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家常菜 香菇炒青菜 夏天的青菜 没有冬天打过霜的青菜好吃 所以我们可以泡一些香菇 调节一下它的味道 首先青菜洗净 肠梗的挑出 里齐 梗上切个一刀或两刀 梗和叶子分开放 叶子可以不要动 让它的纤维留长一点 香菇泡到一颗颗变软后 要一颗颗洗净 它里边可能会有沙 腌着这个边 顺着一个方向 这样冲洗两圈 应该就安全了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条状 最后你可以选择放几瓣大蒜 放少量油 蒜头香菇先下爆香 边透一点香菇会更香 更有嚼劲 接下来先放菜梗 接下来先放菜梗 先倒菜梗水汪汪的 我们下菜叶 菜叶下后慢慢翻炒 不用盖袋子 一直翻炒到叶子缩水 如果你的菜早早早就洗好了 已经很干了 那你可以跌两点水 差不多一分钟 最多两分钟了 菜叶都缩水了 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非常简单 适量的盐 夏天的青菜 别忘了放一丁点糖 翻匀 装盘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有点兴趣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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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